在今天冷气团的影响 这天亮之前温度 仍然是偏低的 不过到了白天 气温已经开始 有略微回升了 因为冷空气的强度 也开始减弱了 明天再上班上课一天 再来接着就是 三天的连续假期了 我们就来看看这 未来一个礼拜 天气状况的变化了 先来注意到 在明天礼拜五的时候 仍然受到华南云带的影响 局部性的短暂争雨 但雨量的部分 仍然是比较偏少的 可是华南云带的影响 华南云带的云层 到了礼拜六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 礼拜六会从雨后 转为一个多云时勤的天气 温度形态来说 从礼拜五略为上升 礼拜六的温度再回升 只有早出晚归的朋友 穿着方面要注意保暖 所以228的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你好好的安排户外的活动 只有往北走的朋友 在清晨的时候会有点短暂雨 到了礼拜天 你出去游玩 清晨的时候 在中南部地区 就会有一些 乘雾的现象发生 各地是天气晴朗 可是日夜温差相对来说 也会比较偏大一点了 但是到了第三天的假期来说 冷气团要开始南下了 在周一的晚上 到周二的晚上 这两天晚上夜晚低温 在北部地区 会到11度的低温 就像昨天晚上的温度一样 但是因为是干燥的空气进来 所以周一到周三都是天气晴朗 连续三天假期 礼拜一的话 倒是穿着要注意一下 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高压东移了 云街的现象也开始减弱了 而我们可以注意到 在华南地区仍然有些云层 在明天的时候会接近台湾 所以明天台湾上空 在嘉义以北的云层量来说 仍然是比较偏多的 所以小迪宁给您个提醒 要特别注意的在于说 夜晚天气冷 穿着方面注意保暖 山区部分有浓雾 行车爬山的朋友 都要特别注意